最新一轮的拥车证成交价全面下跌之后 过去两天 车商接到更多的询问 但是依然高企的新车售价 使买家持续观望不感激入场 11月第一轮的拥车证 大型及豪华车组猛跌了4万元 昨天是徒邀节周末 车行仍然是相对冷清 受访的授权经销商指出 交授咨询翻了一倍 多数都是10年拥车证快要到期的车主 为了吸引买家 一些车商大幅减价 并为旧型号车款提供回扣 希望能够提振业绩 而随着明年将落实 增强版的车辆减排税务计划 更多潜在的买家 开始转向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 车商预计 拥车证成交价格将会在明年 也就是当局释放更多的配额之后 开始回稳 到时将会带动市场买期 再次回到新闻的车辆减排税务计划 再次回到新闻的车辆减排税务计划